大家好,我是阿二姐 把鸡蛋液倒入香菇里面 这样的做法真的是太好吃了 我家隔三差五就会做上一盘 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十几朵鲜香菇 再用厨房剪刀,剪去根地 香菇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所以平时我们要多给家人吃一些 然后取一个大盆 加入适量的清水 再加入半勺干面粉 一小勺食盐 下手将食盐和面粉搅拌均匀 将食盐化开 搅拌至没有面疙瘩 再把香菇夹进来 稍微抓洗几下 再将香菇浸泡10分钟 洗香菇加入面粉 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 能将香菇彻底的洗干净 加入食盐 食盐可以杀菌消毒 10分钟后 再将香菇抓洗干净 我们也可以用棉棒 将香菇内部清洗干净 大家看一下 现在的棉棒已经变黑 而且洗香菇的水也已经很脏了 再将香菇控水捞出 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 再将香菇抓洗干净 现在的香菇已经洗得非常的干净 也可以放心给家人使用了 将洗净的香菇控水捞出 装入另外一个大盆中 接下来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再开大火烧开 水开后下入香菇 将香菇焯烫一下 香菇约煮三四分钟 孔水捞出 放入另外一个大盆中 稍微晾至不烫手后 将香菇切成片 将切好的香菇装入大碗中 接下来再准备一个小碗 打入三个母鸡蛋 再用筷子将鸡蛋搅散 让蛋清蛋黄充分融合到一起 然后再将蛋液淋在香菇片上 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 让香菇都能粘过上一层蛋液 接下来再准备洗净的青红椒 去掉根底 再从中间切开 再将青红椒改刀切成小块 将切好的青红椒 撞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几粒大蒜 将大蒜切成蒜片 切好的大蒜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几根小葱 葱白葱绿分开切 先将葱白切成小葱花 切好的小葱和蒜片放到一起 接下来把葱叶切成小段 切好的小葱段放入另外一个碗中 接下来起锅烧油 油热倒入香菇蛋液 将香菇蛋液煎一下 刚放进去的蛋液不要搅动 我们可以稍微晃动一下锅子 让其受热更加均匀 蛋液煎至定型后再翻面 将另外一面煎一下 鸡蛋煎至定型后再将鸡蛋翻炒均匀 炒至定型 最后炒至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接下来另起锅加入食用油 油热后下入蒜葱炒香 炒出香味后下入青红椒继续翻炒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儿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发财的小手帮我点个赞吧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点赞 关注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切红椒炒至断生后 下入香菇鸡蛋 下面再来调味 加入一勺白糖提鲜 再根据个人口味加入食盐 适量的生抽酱油 最后再加入适量的蚝油 继续翻炒均匀 继续翻炒均匀化开调料 出锅前加入小葱叶 再次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出锅 装入盘中 哇 这也太香了 这一道好吃的家常小炒就这样做好了 香菇搭配鸡蛋 真的是太香 太好吃了 不管是搭配米饭 还是搭配馒头 都非常的好吃下饭 营养也是非常的全面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做法 赶紧收藏了 给家人试试吧 点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感谢您的支持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